门一开等不及的民众就已经要来点单 因为真的好热需要吃碗冰来消暑 刚好想吃冰了因为太热 会比平常多三倍到四倍 正中午的时候 然后还有晚上八点过后 人通常都是最 人潮通常都是最多的时候 南部太阳高挂 天气闷热气温飙颇30度 给台湾体感温度更是飙到41度 不少人在户外工作满身都是汗 两天比较闷着 工作到一个时间 休息一下吧 补充一下水分 找个地方躲一下 他们打烤就是要往直 冒直 有我们说一小时 一小时差不多休息20分钟 超过38高挂我们就不够了 防水一定不能少就怕民众会中暑 除了补充水分还要适当休息 所以在烤番暑还要持续至少一周 在未来这一整周的一个高挂上 都是可以来到32到34度左右 那特别像是在可能在后期的时候 因为在太平洋高压势力是比较偏强的一个情形之下 那各地的高挂上都会是会有在更高的一个情形出现 气象属说未来一周都是高温炎热天气 受到对了汪声影响 局部地区会有午后雷震雨可以缓解暑气 但还是建议温度最高的中午时间 没有必要还是别出门 不然真的要被晒昏了